我是把你們當作一種統參道友 因為我們這一生 最主要的 我不知道 對我自己特別來講 如果你們我不知道 個人修 個人聊 因為我這一生最嚮往的就是 親近阿彌陀佛 也是最嚮往的 這一生能夠解決往生淨土 說實話 我們在這個世間 你要修成就真的很難 這個是我 這四個月來就在雪梨 很深深地去思考 去觀察 去思維 那確實真的很難 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好好 來研討 我們這一生 有沒有把這個目標守定 我們的目標有沒有好好把它守定 說實話 經過這個疫情 這個發生 我四個月來住在這個 雪梨金中學會 我才真正能夠 心靜下來啊 去思考 佛在所有的經論裡面 特別在這個靜中裡面 所講的一些的語言 包括龍術菩薩 所講的裡面的內容 我真正去思維了 我們在這個世間真的很難 你想一想 你想要在這一生不造業 你想 你想我們不造業 在這個說火世界 也可以說是很難的 非常難的 何況你要修到不顛倒 不迷惑 那就更難了啦 這個是我私人的 自己的悟出這些道理 我就跟大家分享 希望你們去思考 是不是這個樣子 你想要斷業 要斷惡 不造業 你想一想 都很難了 何況你要斷這個 不迷惑 不顛倒 你想一想 那個真的更難了 所以後面我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什麼叫做三大阿森奇節 這個三大的意思是什麼 是形容什麼 你就明白了 所以為什麼釋迦牟尼佛 在這一部 佛說阿彌陀經 連續的四次苦口婆心 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勸導我們 你要相信阿彌陀佛 你要真願 你要真發願 只要你到西方極的世界 所有的事情就解決了 這個是我 這段時間來 我悟出這個道理 真的很難 《地藏菩薩本願經》裡面 所講真的 言福體眾生 起心動念 我不是罪 確實真的 太難了 所以尊敬的追統修大德 今天能夠跟大家來一起共修 一起來念佛 一起來研究佛法 非常難得 所以我感覺到 一個禮拜一天不夠 禮拜六一天不夠 所以想 我就跟我們的證據士 就是我們的總幹事 我們的總幹事 我想說下個月開始 能不能第一個禮拜開始 禮拜六禮拜天 同樣的時間 我們來共修念佛 你看那個老人家 很慈悲 他說沒問題 其實如果我要輕鬆 自由自在的話 在房間好好看書 幹嘛要找工作 但是不行 我們這個容易退轉 一定要互相義重靠重 跟我們的證據是講 我們就禮拜六禮拜天兩天選擇 九點半到十一點半 這樣來共修 人家 後來人家說 沒問題 No problem 所以 這兩個禮拜六禮拜天 我就會選擇一個題目 什麼題目呢 就是智慧的語言 這個很難 我們鏡中裡面很少聽 我要選擇這個叫做智慧的語言 換句話說 智慧於人生的意思 我們的人生要過得怎麼樣 才能夠快樂 我們的人生要過怎麼樣的生活 才能夠達到那種解脫自在 而什麼樣的智慧是最高的智慧啊 那這個很重要的 你想一想 佛所講的一切的經論 都是智慧的語言 祖師大德留下的這些的註解 都是智慧的語言 為什麼我們在這個世間的人生活現在很辛苦 什麼原因 他用什麼方法 錯在哪裡 為什麼有一些人活得很快樂自在 佛菩薩活得很快樂自在 為什麼我們不行了 錯在哪裡 所以想把這個智慧的語言來跟大家分享 能夠落實在生活 因為我們每天要工作啊 要處事待人接物 要看孩子 要養孩子 要照顧父母 看到種種的事情 我們的環境 我們種種的一些的逆境 瞬境 我們用什麼樣的境界 來克服我們的煩惱 這個就是我選擇這個題目 智慧的語言 大概一個月了 一個月來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我們一起來學習 一起來研討 希望大家也多多鼓勵 這個不容易啊 平常都在跟大家 在念佛堂一起這樣共修 這樣開示 現在沒辦法經過四平 所以有些經過四平啊 有一些人不敢開這個四平 四位看不到 他只能看到我 我不能看到他 這個不是很自私了嗎 所以要互相看得到 互相看到 管師兄的臉怎麼樣 我們的老蔡怎麼樣 我們的麥克怎麼樣 這個很重要的 我們的證據是怎麼樣 我們的政太太怎麼樣 這個很重要 有沒有變個樣子 所以啊這個修行啊 很重要啊 前兩天啊 前兩天 我們的 我印尼有一個道場 那個幹部啊 他就打電話 他說 師父你什麼時候回來 你這次去了這麼久 大家都在想念你了 你什麼時候回來 我說 不行啊 只要這個疫情還沒穩定 師父就不能回去 只要這個疫情還沒穩定 我就不能回去 第二 第一個是呢 只要你們老實念佛 聽話真看 好好念佛 我就回去 所以啊 說實話 他們也是蠻照顧我的 像我們雪梨金總協會啊 你看我住四個月啊 你看 鄭太太啊 鄭居士啊 一些居士很照顧 照顧得非常做到 讓我在這裡面 感覺到好像 不知不覺四個月了 真的不知不覺 四個月了 所以啊 我們老師父常常講 你能夠活在感恩的心態 什麼樣的煩惱就能夠化解 你要知道這件事 老和尚講這句話很重要 只要我們能夠活在感恩的心態裡面 什麼樣的煩惱都能夠化解 這個是我 只要你落實這個感恩的心態裡面 什麼樣的煩惱就能夠幫助我們化解 這個是真的 你活在感恩的世界你不會跟人家計較 你也不會抱怨 你也不會稱恨心 你明白這個道理 那如果你能夠落實在生活啊 那西方其樂世界那種境界啊 我就給我跟大家分享啊 大家去思維一下 是不是這個樣子 你能夠活在這個感恩的世界 你就會感覺到西方其樂世界那種境界 那種莊嚴的媽媽會顯出來 那是真的 哪怕是今生我們不到西方其樂世界啊 你起碼也不會在山土裡面 這個就是好處在這裡啊 你看阿彌陀佛不是有發過願嗎 只要大家能夠把三學六度落實在生活 哪怕是你不到西方其樂世界 你將來得人生 你會生在哪裡 好德之家好善之家 這個福報很大 那我們來想一想 六度跟三學建立在哪裡 感恩的世界嘛 你想一想 整個六度一展開 建立在哪裡 感恩嘛 不然的話不可能在六度第一條教我們什麼 不思嗎 持戒嗎 忍如嗎 精進嗎 禪定嗎 波熱嗎 這個是很深的意思 這個就是我自己有誤出這個道理 大家可以去思維是不是這個樣子 你活的感恩你活得很自在 今天 證據是來罵我們 比如說 罵管理你你為什麼不來 沒關係 謝謝你你罵我校業長 你看感恩啊你看多好耶 真的啊你看 你看 遇到這個煩惱 遇到老闆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讓我們很煩惱 感謝你你提升我的境界 你看 什麼樣的煩惱能夠化解啊 佛法 你能夠應用 佛法不能應用啊 你寫什麼樣的經典 聽什麼樣的經 都不起了作用 所以感恩啊這兩個是非常好 人家罵你 批評你 悔報你 說你怎麼樣 甚至來侮辱你 生活在這邊很辛苦 遇到什麼樣的不如意的事情 你的心就定下來了 學佛很重要的就是在這裡啊 希望大家 好好用功 好好努力 我上個禮拜啊 我有跟大家講過 我們要往生西方淨土 首先必定要有福報 記得 如果沒有福報 那障礙很多 這個就是想跟大家講 如果這一生你想要親近阿彌陀佛 想往西方淨土 首先你一定要有福報 沒有福報 沒有福報 你臨終的時候會很多障礙 所以中風果實在三十七年裡面 都已經講了嘛 願我臨終無障礙 希望我們臨終的時候沒有障礙 連大迴向裡面頭一條就告訴我們 願我臨終無障礙 阿彌陀佛 遠相應 你看 你看 這個道理我們必定要知道的 我們現在 說實話 我常常講 往生西方淨土是現在的事 不是臨終的事情 或者死了以後 或者死了以後的事情 沒有 靠不住的 我們沒有那麼大福報 我們也沒有那麼大的上根 我們也沒有那麼大的因緣 你看上個禮拜我不是跟大家分享了嗎 老和尚的護法的母親 他真的很有大福報 你看 他死了以後 才真正學佛 他往生之後才真正學佛的 他自己說出來的 為什麼 所以為什麼地藏菩薩本運經裡面 一個人往生投 投妻那個很重要 做投妻那個非常的重要 而且這個四十九天 能夠為這個王者行善 勸勞他念佛 勸他往生西方淨土的世界 誦經回家給他 這個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沒有像他 這麼有大的福報 沒有這樣的福報 一萬當中的人 找不到他這樣一個的人 為什麼呢 你看 他四十九天裡面 每一天有人為他祝念 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時不間斷的 每一天到四十九天 就為他來祝念 你想一想 這個福報很大的 我們哪有這樣的福報啊 所以尊敬的這些同修大 我們這一件事必定要知道的 所以 要抓住 往生西方淨土是現在的事 不是臨終的事 臨終的事靠不住 很多障礙 所以現在要多做一些西方極樂世界喜歡的事 西方極樂世界不喜歡的事 千萬不要去做 所以為什麼我們 常常 共修之前要讀誦 阿彌陀經呢 為什麼 就是把你的心收回來嘛 你能夠發起你的菩提心嘛 正常你把這個字幕第一章打開一下 為什麼我要發菩提心呢 這個很重要的 往生西方淨土啊 能不能往生西方淨土 就是看這一個 你看有一個巨師問我 師父 我們要念多久才能夠 真正能夠發 得生淨土呢 看你的念佛怎麼心態嘛 你看那個 印科法師 知道這個生死無常 而因果報應 後來呢 你看 關閉起來三天三月 把阿彌陀佛請 阿彌陀佛念過來 你想一想 阿彌陀佛就跟他講 十年以後 十年以後 阿彌陀佛跟他講 我再來接你到往生西方淨土 那印科法師怎麼說 不要 不行 你想 那個印科法師 那種心很感謝的 他就告訴阿彌陀佛 不行 我現在就跟著你去 如果等十年 我不是慘了 喜氣這麼重 罪業這麼重 如果再等十年 真的往生不了 所以我現在跟你去 你看 印科法師這種的心態 你想一想 我們能不能做到 比如說 阿彌陀佛 管師兄 或者我們的老蔡 或者我們的正居士 在念佛的時候 阿彌陀佛突然間 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阿彌陀佛說 老蔡 老居士 阿彌陀佛 我現在接你到西方淨土 你會說 好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